Hello 大家好 今晚這個節目是錄播的 不好意思 大家看看貓這麼性感 今晚應該是12月26日出現的節目 因為時間安排的問題是預先錄播 變成錄播的關係 除了大家看看貓這麼性感的貓 可能要講一些 不要那麼時事貼近即日的關係 不要那麼貼地 相當貼地的一件事 但就不是爭分奪廟那些 是那些教委都不算阿是永恆 都挺永恆的話題 都挺火爆的 經常會爆 到底這個所謂中華民族是什麼意思呢 是否只是說 似有若無的中國憲法規定所寫的所謂中華民族 還是怎樣呢 這件事就值得拿出來說 為甚麼呢 鳳波 有一個好過癮的話題 我們看他有好過癮的書 沒有之前的 我們一直都不斷去圍繞這件事 都攝下攝下都說 我們有介紹一下這些 但很少直接這樣說 很少直接這樣說 我們今天我們扯開一點 但你又不是說有港獨 其實就不關獨不獨事 不完全關獨 你認真地思考到底 你認同到底是什麼 但這件事可能是涉及半國的 我們分裂國家和民族 第一 我沒有外國居留權 第一 請那些有的不要說我不愛國 但有沒有權去跳船 沒有 我們這些不向香港也是中軍也沒有 中軍也沒有 中軍也沒有 我們是很愛國的 你開新稱做難民 不要緊 到時再算吧 是嗎 你這個節目都常常有些事情 走走走走走 我們沒有什麼避忌的,我們什麼都可以做 你怕不怕呢?將來香港快要輪陷了,失手了 你怕不怕拿東西出來被人抽好選張 不過我跟朋友說,其實老實說 如果香港有之一日,真的可以玩耳賢入罪 你說不說,根本是無所謂的 我的邏輯就是這樣 其實他去了香港,他真的可以耳賢入罪 基本上 第二,恭喜大家,我們即時申請做難民也不錯 剛剛英國那邊也成立了這個關注組 英國怎麼關注一回事 到底我們如何自處,這個才是一個大問題 一開始想自處的問題,就跌入一個哲學的漩渦裡面 一個很縱伏的情況 大家經常口說什麼是愛國,愛國,諸如此 愛那個是什麼國呢? 憲法上有寫,問題經常說抗日神劇裡面 中華民族是一樣的 好了,中華民族是什麼呢? 到底回什麼事幹呢? 相信大家如果 都有接觸一些 叫做 民清 民清通常都會看到一個說法就是 到底中華民族 是一樣什麼問題 國家規定就是那五十六個少數民逐數都關在一起 那五粒星,那五粒星,大家知道國旗 我們不要說我們不搞愛國教,我們是搞的 要認識國旗,就先說五粒星除了是這個 國情教育就並不等於洗腦搞清楚 你要認識他的旗是我們的國旗 我們就要解解一下,那五粒星代表什麼呢? 有些建制派說不出的 那五粒星有兩種含意 當然是肥佬的 我怕我,如果我講一下 到時候我現在講錯了 最大顆的永遠是共產黨 當然啦 中間最大顆最肥的永遠是共產黨 還有四類的,有功龍 有小資產,民族資產 民族資產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漢門蒙回 有另一個說法是這樣 不正確,漢門蒙回藏當年是五色旗 五色旗是袁世凱 第一次中華民國旗 北洋政府 正式的民國旗 正式的民國旗 不是北洋,那麼簡單 那次其實真的是五種顏色 很搞笑的 紅紅藍白黑 漢門蒙回藏,哪個族是黑的呢? 搞不定 所以他純粹是象徵義,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漢門蒙回藏說了出來 民族都數了,當然古之然不是 因為那個所謂中華大地 秋海塘地圖裏面 絕對不止漢門蒙回藏 五族那麼簡單 你總不能夠這麼古怪的民族主義 你當民族國家,何來民族主義? 我已經搞不清楚 你鑒粗說漢門蒙回藏,等於中華民族 那有五十幾個不是的 那算什麼呢? 後來,如果沒有記錯 就用了一個很古怪的定義 用了五十六個炒一碟 全都叫中華民族 就是這樣 但是 我開始已經消消息了 從小聽到這件事已經知道 你民族就是民族 你五十六個民族 怎麼組成一個民族呢? 有沒有俄羅斯民族呢? 應該沒有 有斯拉夫民族,但應該沒有俄羅斯民族 這個問題在蘇聯比中國更嚴重 因為中國漢族的人口真的佔很大多數 但俄羅斯差不多一半 有一點不同 反而俄羅斯的問題沒有那麼大 他不會勉強跟你說 有一件事叫俄羅斯民族 斯拉夫民族的案件名字 他自己也知道 因為他和烏克蘭是同中的 因為很久以前寫的文章已經說過這件事 如果你說俄羅斯作為一個民族的話 那你就跟回伊凡大公、莫斯科那種族出來的 俄羅斯族 這也不會有人跟你爭辯的 你不會讓人撈亂了 把西伯利亞 塔坦族 算俄羅斯的 在你的政治疆界裏面 但他不會用俄羅斯民族立國來做俄羅斯 而且他理論上也叫做一個聯邦制 蘇聯時期也是一個 蘇聯時期已經叫做聯邦 後來拆散了 叫做獨立國家聯合體 現在小人是獨聯這個字 不是說獨個獨 獨立國家聯合體 其實也是一個聯邦的意思 多民族國家 現在是叫俄羅斯聯邦正式國名 俄羅斯聯邦沒錯 所謂拆了獨聯體 剩下俄羅斯 其實也叫俄羅斯聯邦 搞清楚 所以倒轉我們就有點尷尬 因為首先我們不是聯邦 中央制國家 中央制國家底下有50多個以上的民族 其實實際上 很奇怪 所以我們就要做一個叫做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這個創造 其實是什麼時候的事 民國後的事 擺明民國 你記得當初推翻滿清的時候 口號叫做什麼 口號叫做 拘除撻佬 恢復中華 因此所謂恢復中華 極其量的理解 既然是拘除撻佬 撻佬就不屬中華 很明顯當年的說法就是 推翻滿洲撻子 還我上國醫官 明朝 極其量的漢族 驅逐完撻佬之後 有個問題 原來的東三省 之後的東三省 原來的東北地區 東北也好 那怎麼辦呢 蒙古也好 新疆也好 西藏也好 擺明是撻佬 你不要說不是 我會打你 擺明是撻佬 所以現在是精神分裂 即時有精神分裂 不是國家分裂 如果有一條罪是令人精神分裂 這個我想我們意然入罪是沒問題的 或者我們指出人精神分裂都可以意然入罪 你講出拘除撻佬 撻佬不是中華 對立面來的 拘除了撻佬 你成為一個中華 中華民族 但是中華民族現在定義是包含了撻佬的 對呀 開始出現 對呀 很明顯大家知道中華民族是一個 我們俗稱叫搬龍門 其實它是有一個尷尬的 就是民國 革命是以拘除撻佬為一個口號 但是拘除完撻佬之後 就是他想繼承大清的所有領導 還有一步跳到這個位 過癮在中間有一個很過癮的轉接 有一個中華帝國出現過的 很短暫出現過 而所有的 制度 是跟漢族的 中華大帝元世海 中華大帝元世海清帝的時候 基本上他真是反昇復明的概念 紅獻嘛 紅獻王冠 或者是跟著朱元璋的故事 就是恢復漢族 恢復漢族 所以那個其實就是中華帝國來的 你用帝國的概念去理解的話 就問題不大 可以取完撻佬之後 恢復中華 中華繼續管撻佬 那沒有問題的 你知道我將那個主人的狐人的角色 是完全繼承了中國文化 歷史傳統 袁世海的下野 又不是幫他平反 邏輯上是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叫做中華帝國 中華大帝 紅獻王帝 是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叫做中華民族 因為那個中華民族 是漢族來的 沒有搞錯 這個轉接點 點不前後 我們叫 吳煉氣 吳煉氣 吳煉氣有什麼加科 就好像馮博華說 是指出了一件事 後來想繼承大清的領土 繼承這個概念很過癮 你怎麼繼承 OK 吳煉清皇帝 是自己宣佈 即是宣佈順位 他不當皇帝了 那就共和 當時 回來 袁世海未清帝以前 的確不是說 中華民族 這件事 是說五族共和 因此民國的國旗 五式旗是如此 是漢滿蒙會藏 共和的概念 不單止是國體共和 還有民族共和 所以你會發覺 對於蒙古 新疆 西藏 甚至是 當時的滿洲地區 基本上都不是採取 直接 滿治的方式 反過來就是民族自治 北洋政府始終是直接 繼承清室 建制上是清室的 清朝 所謂建省 其實都不是省 大佬 李帆縣 當初是 所以那些是 番邦 所以 每一個 外族 尤其是漢滿蒙會族 除了漢族之外 不是直接 所謂 隸屬行政架 你改土歸流 這個一向都是 滿清統治 的方式 因為漢族地位最低 沒有錯 他是僻殖民 對不起 釋木人的地位 是漢族 大家知道是鑽狀大臣 後來 平定回鄉 之後 有新疆建省的問題 所以 其實蒙古 一向是滿蒙合併 相對來說 在滿另外的幾族 漢族和滿族 以後的三族 其實他的統治方式 一直都是漢族 一個多製 一個多製作 但是 袁世倆那一塊是沒有錯的 是誤族共和的 不是和你講中華民族的 不是這件事 去到 鴻獻清閉 然後 反過來 漢族館 蠻耳 你推翻了 接著發生什麼事 那件事才出來了 講到 如何為之 繼承 滿清 這件事 然後你才講到 繼承了滿清的 版圖 然後裏面有五十多 六十個小數民族 那你怎麼計算呢 中國從來都應該是多民族國家 沒有理由說民族主義 到了今時今日 經常首詩 日本鬼子那些劇 經常說民族主義 所以不知道我們精神分裂 還是有人精神分裂 我理解不了 你所理解的 近期看的幾本書 啟發又如何呢 馮博雅呢 之前我們都在介紹一些書 給大家看看 例如之前我們介紹一些新清史的問題 重新 想一想到底清替國的性質 是不是一個漢民裏面 所得出來的 所謂漢化了的 一個 跟我們二十四史 一向相承的 一個 帝國 敵環市 其實他跟元朝一樣 基本上都是 外族入主中原 因為是外族的殖民地 當時保留了一個退路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的所謂東三省 當年不是叫東三省 關外 漢族不敢出關 是有道具長 所以當時也叫關外十八省 沒錯 漢地是叫關外十八省 關外 所謂滿清的 龍興之地 基本上漢族不准去 直到中日戰爭之後 才開始闖東北 讓漢族由滿洲國之後 容許漢族出關謀生 在那個特定時空下 東三省這個概念才出現 原本不關漢族事 那裏應該是叫滿洲國 滿洲的地方 一向都管不到 就算你明朝 基本上都是間接管治 他用為所 基本上是奧爾克 那班都是由建州衛 之後反了他 可以說自古以來東北 都是不屬於中國 七國這麼亂 現在還有人在吵 上次不是朝鮮 韓國那邊又吵了 是 自古以來雖然沒有加課 但是朝鮮王陵在中國境內想怎樣 還有看之前一些大陸方面的資訊 其實 其中一個中韓 現在的增壓位 就是東三省裏面的東西 有沒有一些東西屬於韓國 有 有很多王陵 另外就是相當長時間 即使看今天南韓的教科書 其實他都會強調高歐尼 還有一些叫撥海國 撥海國 這些其實歷史上都存在過 然後所謂朝鮮族 他相當長時間的盤踞 甚至乎是他自己的法源 皇陵都還在 你想有什麼計劇 等於你不會無緣無故宣佈 這個埃及金字塔屬於歐洲 你很傻 所以那時候曾經說過的說法 就是打韓戰的時候 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個說話 就是東三省那些東西可以被他調動 可以支援他 本身就是他的 本身都有份 說過這種事情 毛澤東說什麼 我就不太鬆 說了都可以不認 我們不是說政治 我們是說歷史 所以基本上整個關外地區 東三省那邊的話 其實都不是屬於漢族的地方 很明顯不是的 你說那個制度 不就等於當年蒙古人入侵中國 一樣變成殖民地 你不可能說他變成別的東西 他跟中國以前歷代是不同的 所以你說民族主義很有趣 如果大家有讀歷史 在歐洲來說 民族主義 一百四百年之後 幾場革命成立了現代意大利和現代德國 現代的民族國家 主要這兩個大的歐洲民族國家 但是現在都被人笑到面黃 但當時 如果大家有讀歷史 記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同屬得以致民族的有兩個國家 歐空帝國 和德國 普魯士和歐空爭雄之際 其中有一個說 如果你德國是以民族 就是大德以致用小德以致之爭 因為歐空帝國裏面 其實有很多少數民族 歐空帝國他統治了很多少數民族 尤其是斯拉夫族 斯拉夫族 沒錯 但他的主要是德文族 所以相當高 現時奧地利那一塊是德文族 所以當時牽涉到一個問題 到底你統一完之後 到底你是否包括奧地利 所以又有大和小之分 最終很明顯普魯士就是 歐空不肯放棄其他地區 如果他要根據民族主義 他就要放棄其帝國 很清楚 很明顯 所以他最終很明顯是想維持其帝國 多民族國家 而放棄了德以致統一 結果就是普魯士成立了德以致帝國 所以很清楚 人們就說得很清楚 民族主義的人就說同一種語言 同一個血統 同民同種 那就應該在一起 這個背景當時就是 歐洲當時是很多以帝國 有個思潮是這樣的 有辣有不辣 後來被人笑你面黃 這個世界大亂 甚至世界大戰 就是民族主義以來 所以為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這個聯合國成立了 基本上就不理會你民族主義 是用聯合國國際的仲裁 決定你國界 而不是因為你同民同種自古以來 你就必定要有一個國家 現在就很嚴重 其實當時我們上一集都說過其中一個所謂 威爾遜的原則 是被人認為是錯誤生命 因為到此是第二次大戰 他做了幾件事 上次我們都提過 他將基於民族自決的原則 拆散了奧空帝國 惡圖曼等等的帝國 俄羅斯帝國都拆散了 你看到一大堆 即是在巴爾幹 甚至在中東出現了很多新興的獨立 新興所謂的國家 導致了很多混亂出現 上兩集我們都說過類似的話題 中東的亂局一樣是這樣的 就是奧空曼帝國統治了整個中東地區 幾百年之後又拆散它 民族國家 其實第一個造反的是希臘 一百三幾 四幾已經造反了 後來奧空帝國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被打敗之後 是肢解的 尤其是變成了今天整個中東的版圖 阿拉伯 敘利亞 這些當然都是奧空帝國的版圖 敘利亞 應該是惡圖曼帝國的版圖 惡圖曼帝國的土耳其版圖 在這個情況下 你才變成今天的四分五裂 你說民族主義是好東西 民族自決 沒問題 就是推翻了極權帝國 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但並不表示和平就此而來 是的 也有一本書 大家也可能聽過明著 就是所謂想像的共同體 Emergent Communities 其實是針對民族主義這件事的反思 很明顯在過了尤其是以前之後 西方的學界的思潮 其實整個社會都開始反省到底 以一個所謂民族自決 或者民族國家 這件事來建立的政治秩序 是不是一個長久之計呢 很明顯就是不是長久之計 那個反思是 可能之前追溯到 為什麼我們會相信人類站在這裏 起步怎樣呢 超主權的 超主權的 到最後他都是用人權工藥來規範 即是說我們現代社會 其實都走不開一個 以所謂主權國家的基礎 但當然我們都明白到 所謂民族 就是Nation States這件事 其實在古代一向 至古以來只有皇朝 不存在一個 人們在古代 根本就不是用我們現代所謂 我們同民族主義 完全不是那個概念 是皇朝 是私人財產 一家一姓 一個皇族 統治私人財產和皇朝 又不簡單 一個皇室可以管幾個 例如Hard Smith Family 一個皇室可以管幾個國家 還有最後一家親 其實在一些不同的帝國裏面 根本他管了很多不同的民族 但根本是不會覺得一個問題 因為當年帝國 那個帝國年代 說人民不是財產 沒有所謂人權概念 未有人權概念以前 所有這些所謂屬地 屬地的人 人 子民 其實是私人財產 你不存在人權概念 那樣東西 那時候是說得通的 大家可以理解這件事 是沒問題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聯合國 成立與不成立 這個分別就很大了 1945年之後 其實不理你什麼民族國家 也不理你什麼家夥 自古以來 他不理你這件事 他講明是用聯合國的決議 來決定 所以如果聯合國不承認你是那個國家 或者如果聯合國不承認你是國際法 基本上 你說這個國家沒有用 其實在想像的共同體裏面 都看了很多例子 是同文同種 但不是一個國家 他舉了幾個 如果亞洲有幾個例子 例如說東南亞 你知道馬來和印尼 其實他說的那個問題是差不多的 是同一件事 類似 但是由於不同的殖民地 不同的殖民地 一個是西班 一個是荷蘭 何屬 印尼 另一個是馬來 就是英國 所以衍生出來 雖然是同一個 所謂同文同種 但是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 今天很清楚有印尼的民族 有馬來民族 但其實都是那種人 即是無族 都是那種人 所以其實你見到他們的東西 再複雜一點 因為就算印尼本身也不是那麼簡單 問來後來 千島之國 故自然 所以印尼也是一個組裝出來 當初印尼這個國 當然沒有 但是現在很清楚 只要過了一二百年 大家就因為殖民地的劃分界線 其實非洲也很相似 所以有一堆民族國家 是殖民之後脫殖 然後所謂在脫殖之下 衍生了不同的國族認同 而開始本身就沒有這個界線 沒有的 所以其實他們都解釋了這個 民族主義之所以虛妄 但是到了最後聯合國 就確認了一件事 你自己確認的問題 即是你認不認同 所以很久以前都說過一個問題 為何灰北黑 灰北黑也好 你直播羅台也好 因為加拿大你不能直播羅台相比 因為他沒有所謂外力侵佔 這件事 問題是灰北黑省 都依然有權要求 進行獨立公投 原因就是聯合國確認了一件事 人權 有權要求做這件事 問題是 你過不過了公投一回事 所謂主權國 即是中央政府 容不容許你 用某種方式分裂 你自己說好它 聯合國總之說明你不准用暴力 所以這次的尷尬 調回到中華帝國發生什麼事之前 西班牙就很尷尬了 巴塞隆拿地區 和馬德里地區 就是兩個不同的王國 所以他們到今時今日都記住這件事 所以他們要獨立公投的話 你怎麼笑它 一回事 作為加泰羅尼亞的人 他覺得自己有權 理所當然 話口未完 就輪到科西加島 科西加島也有趣 到底拿破崙是什麼人 拿破崙是科西加人 大家明白 很多人說 他小時候的民族認同是科西加 他參與過科西加的獨立運動 所以你說是法國的民族英雄 還是他屬於現時所謂 他做了法國奧帝 所以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些事情 老實說 希特拉是什麼人 他不是德國人 是奧地利人 所以很多時候你以為 一件事叫民族的事情 其實 都有一些精神分裂 其實民族是一種認同 你問我存在 民族是一種認同 現代的民族認同 是通過公投投票 你自己協議組成 這是很重要的前提條件 問題是 所謂中華民族 有沒有經過這個程序 我們看歷史 剛才停止了時空大內宜 之後 五族共和 然後洪憲稱帝 然後推翻洪憲之後 整理成為民國 然後1927年北伐 完成統一 算是繼承了 問題是 在所謂繼承過程當中 有沒有經過一個 所謂公投也好 投票也好 確認也好 那五十幾個小數民族 是願意這樣做 願意組成一個中華民國 這件事 未曾輪到現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先說中華民國 所謂民族主義的 所以南商極其量 你只能說中華民國 第一次 過了1927年 中華民國正式 叫做繼承滿清版圖 到底 看到蒙輝莊 以外 那五十幾個民族 又通過一個什麼方式 確認這件事 以及他們有沒有說過 自己是中華民族 這個問題很大 我們都可以吸收一下 如果倒轉說 以往的結合是怎樣 其中一個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新青史 大陸罵到他飛起 說他有政治意圖 我們儘管看看 是學術討論 可以看的 至少香港還可以 其中一個辣的地方 就是他直接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過往看中國學界做滿清研究 其實是沒有看過滿 很少人會真的看 用滿洲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基本上是失傳 有的 其實你知道在清宮檔案 有很多傻的美國人 清宮檔案 現在去了台北故宮 博物館地底 大部分還沒有開箱 北京還有一堆 相對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緊要是立鬼 有很多傻的美國鬼 他真的浪費幾年 去了本宮看 識中文的美國鬼 他發現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原來 人家用滿文寫的東西 從頭到尾都當你殖民地 以及關外的所有外交事務 是不關漢人事的 這個其實清史一向都是這樣寫的 清史稿也是這樣寫的 跟俄羅斯和西北簽訂 所有的東西 只是滿文 是不關你的事的 對不起 關內十八三 關你差事 那個尼布楚條約 是滿洲人和俄羅斯人 在滿洲地區簽的國際條約 滿洲人說話 你看人插什麼罪 不是滿洲人說話 看人插什麼罪 是滿洲的家事 關地差事 所以現在整個大中華人說 厲害 打贏俄羅斯 中國人打贏俄羅斯 第一件事 滿洲人已經在棺材裡轉十八個圈 打十個圈關斗 那時候沒有所謂中華這個概念 不關你的事 你不是漢族的事 西北戰爭其實在滿人的角度 不關韓人的事 的確不是 就算連庚瑤都只是一個漢族大將 幫滿洲人打仗 搞清楚這些事情 還有他有說到一個項目 就是打仗那幫人 其實不是漢人 是奇兵來的 很多東西 奇兵之外 還加了很多 奇德國族 有很多理由 所以你看回整個滿洲歷史 整個所謂清史稿裡面寫的東西 你不要只看中文的清史稿 你要看到底事實上 即是形成正式檔案 中文檔案之前 所發生的那個討論 我經常說立法原意 你看立法原意 看奏捷 看皇帝批覆 看大臣的朝議 然後那個決議 然後那個外交條約 所以你看 但凡不涉及所謂關內十八省的事 基本上是不關韓族事的 沒有中華這個概念 然後最重要 他也說了另一件事 對於這個蒙回藏三族的統治 其實為什麼他們會相對來說 你覺得相對穩定 原因是因為 其實一直滿清皇帝 他除了以繼承明朝自居之外 即是進去幫他剿匪 剿匪 幫他 之外 即是承繼了這個明朝的正統之外 其實他在關外的其他民族 他是以這個蒙古大漢的後繼者自居 他真的叫大漢 他是大漢的 摩擦平行時空兩個世界 其實一直對他們來說 我是在向著 我是在臣服這個 成吉斯漢的繼承者 對他們來說的確是這樣 漢 他的聲稱 滿清皇帝聲稱最後的玉璽 是蒙古大漢的正統是他繼承的 蘇溪就是這樣 而其他國族的確是在臣服大漢 而不是所謂中國皇帝 而蒙古的編制 或是憲制 大漢的金將 的確是一個民族的組合 我不敢說一個國家 就是一個民族的組合 在這個情況下 他繼承了成吉斯漢 又與中華民族的事 的確是與他無關的事 不然就像韋小寶的講法一樣 莫斯科也是中國的 我佔領過就是 你不能這樣說 所以那個機器 剛才回應Alice的問題 所以也解釋 他從來在所謂滿蒙回 這三族看漢地 他只是覺得他 甚至乎是被他低一級的靜默地 因為你如果繼承 成吉斯漢的制度的話 就是識木人的位置是高過漢人的 這樣擺 搞清楚 所以你不能爭辯這件事 不對 對他來說他是高的 等於是識木人 當然蒙古比較高級 其實是夥伴 那個位置差不多有位置 就是親疏有別 親疏有別 你看聯婚 就知道 不要只看那些摧水 露作神劇 你看那些就節 看那些滿文 亭議那些東西 聯婚 都是有秩序的 最親的肯定是蒙古 太后氏 何族 你自然知道 所以 最高 按他們的牌位 就是滿洲族排第一 蒙古族就差不多 排第二 然後才輪到這個 反而西藏 排高於回族 你有沒有留意 搞清楚 所以你發覺 滿洲皇帝信 就是信密宗 國師來的 然後再低一級 才輪到回族 漢族在回族之下 差不多了 算了 都是被征服之後 都是那些作犯 要事要管的 事要管的 事要管的 所以 剛才我回應他 在說Alex 那個法理法統問題 既然他們過往 是有這樣的基礎 那麼中華民國 到底是否有這個基礎 中華民國 claim 他有這個基礎 那他有信衛召書 他也叫了 大汗 大汗的信衛召書 在那個情況下 繼承他的 就叫做中華民國 雖然全世界開國 在這個情況下 他的確有權claim 但反過來 如果大家深水清 有沒有發覺台灣 剛剛才取消了一個政府機能部門 是誰 沒有留意 是什麼 是這個 什麼事務委員會 什麼事務 民族事務委員 民族事務委員 終有 大家都沒有留意這個 繼承方式 的確是這樣的 如果你看到民國的行政版圖 蒙古也好 新疆也好 西藏也好 是民主委員 類似的 類似的 他不是完全照著關內十八省的行省編制 他名義上是省 但實際上近乎是自治區 自治區這個名字是這樣的 明白嗎 所以他用了自治區民族自治區這個編制 來取代了當時李帆苑所說的功能 所以滿族也好 回族也好 藏族也好 他們的管理方式和版圖 以及中央直轄十八省的管理方式是不同的 你說中華民國繼承了五族共和這件事 他在某程度上說得通 他用了一個類似現代憲法的概念 將這些不同的地區拼在一起 但他不是用聯邦的名字 大家留意一下 他不是叫中華民國聯邦 因為孫中山說明他是主權國 而不是一個合眾國 所以這一點又不是很對嘴 如果你繼承了滿清的體制 你會變成聯邦 如果你真的說民主 真的說平起平楚 起碼滿清皇帝真的有兩個身份 他又是大漢又是皇帝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袁世衡的《合法》可能合理很多 或者是五族共和 到了民國統一 他不再說五族共和這件事 有一點含糊其辭 他開始說中華民族 開始說中華民族 但政治體制不反映這件事 所以中華民族是甚麼 這個問題又來了 算了 不過老實說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都很亂 基本上 當時的混亂是不成問題 實際上你也想不到 你自己打得內戰 有一點有趣 當北伐之後 蔡介石開始 名義上統一全中國 這個問題開始突顯了 所以當時也提到 蒙古 西藏 其實也開始有些問題發生 同時間也因為 你可以說外國亡我之心不捨 故之然 的如俄羅斯帝國 未曾塌當變成蘇聯之前 那個東進從來沒有停止過 故之然你這個日俄大戰之後不利 他一向都是經過調停而拿你的地方 你不要忘記海參威金 叫甚麼名字 普通話都已經翻譯了 就不再叫海參威 如果各位尊重得來不易的中俄友誼的話 就不要再說海參威這個詞 你留意到俄羅斯不停拿走那些東西 當年跟滿洲簽尼布索條約的時候 拿不到的東西 就拿走了 然後中俄物約到江澤民2003 幾百萬全都畫走了 平方公里整個邊界重新畫 全部得益最大的又是俄羅斯 即使他不用帝國之名 但也是在行帝國之實 就是拿中國的領土 中國的版圖上不是民族領土 而外蒙獨立又是這個 所以很清晰 其實領土這件事 隨時是中央永遠都有權 是的 你主權國也可以 任何主權國都有權決定自己的疆界 包括你畫給別人是可以的 沒有這麼看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唯一能夠說的就是 中華民國繼承的難題在哪裏呢 就是一方面 他不是叫自己做聯邦 即是說他不承認你的人是平起平坐 你要罪羅名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承認你的人是平起平坐 他是外族來的 OK 這樣繼承了 這個孫中山 驅除達魯 他是塔魯來的 對不起 你說塔魯造反 正常 所以你外蒙又被拆反 新西藏那邊 輪到英國又說要拆反 然後輪到這個 新疆 又輪到這個 後來俄羅斯又拆反 其實這幾個東西 從來的歸心 都不當自己是漢族 你說中華民族 更加他們不覺得 很明顯 有沒有一個機制去加入中華民族呢 被加入 被加入 因為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寫法 就是這些姜土 是滿洲人送來的嫁妝 真可憐 但是西藏人 蒙古人有沒有承認過自己是陪駕妹仔 你不相信 你說姜毒也好 藏毒也好 什麼鬼也好 任你怎麼說 問題就是他們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是陪駕妹仔 他承認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推翻滿清他們是同意的 因為他們都是在一個等差上面 是被統治的 你也記得西藏那些東西 金瓶濟簽是怎樣的 因為皇教、紅教打獲金的 滿清介入之後調停 叫做調停 打過贏了 然後滿清皇帝又做了西藏國師可以做的事 就是選擇哪個是達賴喇嘛 所以西藏那個所謂憲制繼承上面 他都不是走你民國 不是走你 關內十八省那一套 他不是走中國皇帝那一套 他簡直是坐進去做你大喇嘛那個位置 你說不清楚 理論上他只信脈中 因為他信脈中 你不能說他愛人 我記得歷史上大家都知道 經常發生的 例如羅馬皇帝 他怎樣統治埃及 他是神來的 他變成神就可以了 他就是這樣 埃及拜神 他說他是神就可以了 你也要說我 我也是你的神 但是我們有個 你看到一個很過癮的東西 當年滿清之所以能夠令到西藏歸順 並不是因為西藏自認是中華民族 搞錯了這件事 而是說滿洲的皇帝 坐在西藏做活佛的位置 參與你那個制憲的儀式 然後就是你選擇活佛的時候 他也有份參與 也就是剛才馮博講的概念 你又多了頂帽子 故之前他有漢號 繼承了成吉思汗 去管這個蒙古地區 蒙古人歸心 並不是因為跟你有什麼民族主義 不是那樣東西 是因為他是大漢 OK 同樣道理 西藏歸順滿清 並不是因為歸順 所謂 變成培嫁妹仔 跟你關了十八省無關 是因為 這個滿洲的皇帝 坐在一起做西藏的皇帝要做的事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回當時 有看西藏的歷史 都知道其實他開頭 都經歷了一個相長的時間 才觀望連覺得 跟你大清皇帝大漢是要跟得 因為當時其實 在滿洲取代明朝之際 蒙古仍然有相當勢力 其實他自己都在觀望 西藏其實一直都在觀望這件事 到後來滿龍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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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取代了這個漢地 之後慢慢 然後他還要有一個所謂密宗的聯繫 西藏先叫做以這樣的形式 所謂納入了 而且那個管子也是間接的 駐壯大臣的安排 所以搞清楚 這件事沒有自古以來 第二 而迴疆更加基本上 他們不是陪嫁妹仔 他沒有承認過自己的陪嫁妹仔 所以都很清楚 整個所謂幾個幾族的兄弟 加入這個所謂滿大清帝國 不是加入中華民族 沒有搞錯 他們加入那個不是一個民族 然後所謂的繼承 就是剛才所說 你民國取代了大清之後 正式過了袁世海那段時間 其實管治這個不同的地區 都是用不同的行政方式 不同於關來 所以一國幾制都起碼 一國幾制 只不過不承認自己是聯邦 實際就是聯邦之實 聯邦之實 起碼都叫做商案無事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爆出中華民族 這個概念出來 而又是很多人忽略了 我有寫 但是大家未必一定有看 共產黨罵這個蔣介石 是法西斯沒有罵錯的 因為當年 30年代 127年之後 過渡到30年代 是法西斯主義最旺盛的年代 而當年 蔣介石為了所謂 富國強兵 其實是推行新生活計劃 而新生活計劃 基本上 其實就是在抄法西斯 法西斯來的 對 問題是 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很過癮的主題 民族主義 大佬 那些糾纏就是這樣來的 很多人忽略了這個史實 就是蔣介石 是跟德國 尤其是納粹德國 最打得的中國的機械師 是由德國訓練的 全部是德國培訓出來的 德國培訓出來的 還有大家看看民國 國民黨的軍服 國軍的軍服 正式現代化是德式的 所以也是一個很過癮的空檔時間 為什麼會這麼親密呢 因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敗之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個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到尾 這段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其實是沒有什麼朋友的 因為凡爾賽條約就是要騎死他 基本上是壓榨他 要賠償 懲罰他 所以國際上難得有一個盟友 就蔣介石 衝過去 剛剛好 中國在那個時代 又是沒有什麼朋友 很多人都不相信 如果大家還記憶猶新 還記得五四運動怎麼來 就知道什麼事了 中國 中華民國 即使參與了 這個所謂同盟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叫做戰勝國的一部分 照樣被人喜利美住 德國的佔領地 郭州灣也好 青島也好 是被劃入日本帝國的範圍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其實沒有什麼朋友 就算你賣命 幫人去打仗 幫人去做炮灰 去掘戰豪也好 煮飯 洗衣服也好 起鐵路 起鐵路 其實國際社會 其實沒有什麼免給中華民國 很明顯是給日本 也不給你 在這樣的情況下 蔣介石其實也沒有什麼選擇 外交上面 一來他又不敢得罪蘇聯 故自然 因為北方強輪 不能打 他外交上面找哪個盟友 其實主要是找了納粹德國 較為少人留意這件事 這是事實 他自己也不會不認 你看看國民黨黨史 你看看軍隊建制 其中一個中日之間的爭議點 之前我們有所謂的芝拿 其實 如果你從歷史的角度來講 當然他在自戰期間 所謂的滅清 但其實在民國初期 清末民初 這是連中國人自己也接受的稱呼 他們自己有芝拿日報 還有愛國的 所以其實所謂的芝拿 這個問題是陰 明顯是日本 因為他不承認你是中國 為什麼日本要稱中國為芝拿 很簡單 他漢字他知道你為什麼 我認你是中國 你哪位 愛什麼 所以你看回很多東西 那當然不承認你 所以清末民初 其實對於芝拿這件事 是沒有反感的 基本上是中性的 甚至你可以說 中華民族的名稱前身就是芝拿 搞清楚 這是沒有任何鋪貶意義的 原因在歷史時空之下 你是一個概念真空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的 清國人 本身都是清國人 你清國滅亡了 你民國成立了 但是你繼承的是什麼 你只有一個疆界的概念 你只有一個疆界的概念 這個疆界就叫芝拿 但是身份是真空的 但是身份是真空 所以你在填內容進去 連自己怎麼叫自己都不懂 所以在蔣介石出來搞中華民族的概念 之前 其實那段時間 由這個清末 由清末 去到這個洪宣那段時間 其實自稱芝拿人 反而避免了這個概念混淆 這個概念是很準確的 你明白嗎 我不需要說什麼民族 等於現在說美國人 難道你會有一個亞美利堅民族嗎 沒有這件事 沒有亞美利堅民族 在這個世界 所以一個人 自稱是美國人的話 他是說自己是屬於 美國的疆界裏面的一個公民 很準確 同樣道理 在清末 到這個洪宣那段時間 在所謂民族主義真空的情況下 自稱芝拿人是很準確的一件事 那什麼時候變成混淆呢 就是這個蔣介石 踩過去 跟納粹攬頭攬頸之後 就開始萌生了另一個很過敵的概念 重新翻出來 中華和其他疑敵的分別 他跟著 所以其實真正是蔣介石抗議日本方面用之拿 第一個 你不要說他愛國不愛國 但是起碼他的概念 他第一個抗議這件事 嚴正要求日方 開始要改成做中國 搞到當時全世界都無所適從 所以 大家記得整個歷史的原流 本身就是 老實說 當時他叫你中國 如果他用是一個貶稱 中國難道你又不用嗎 對 你不能因為別人那一刻 用你一個貶稱 所以你覺得他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 又不是貶稱變成貶稱 搞清楚 你不能因為某一個國家用這個 曾經是貶稱 所以你說這件事 你覺得是錯 他貶稱是他的問題 他滅清你是你的問題 但你要明白稱呼本來是中性 本來是中藍的 所以我不太明白 當然你說我不是很主觀的 我聽上去覺得是 大家都覺得是 不喜歡 如果過了都說是 你又不能說不是 但我覺得 大家可以放開一點看 其實沒有什麼大 無傷大雅 講到無傷大雅 但學術研究就很有傷大雅 我剛才講到一個過癮概念 自稱之難人 被稱之難人 是滿清末 你不會稱為清國人 去到洪憲那段時間 身份真空 你唯有套了一件事 叫你之難人 其實在重建國民身份認同 而且他也是從他者去理解你 譬如日本他從那個隔案 其實很簡單 當他不承認你是中國那一刻 他就叫你之難人 他唯有這樣叫你 而且你留意一下 日本人 譬如他標利中國人的名字 他漢字在下面 但其實他是用他的平假名 來標利音 韓國人也是有漢字 但他也是用他的日本 他背後的那個是什麼 你這個雖然是漢字 我的理解不是那麼理解 你會覺得很有趣 日本人就算你有個中文 正式來說 他的做法 都會用他的標音去標利 即是說他不承認你在他的系統裏面 他是外國人 不是因為你用了漢字 所以你是我的人 不會的 不會的 身份重做這件事 到蔣介石之後 就可以強調中華民族 是這樣 而最尖銳的時間 就是抗戰時間 你現在在義勇軍進行曲 就是這樣 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 那時候已經有 問題其實也是很混淆的概念 那你關於滿洲族什麼事 不蒙古族什麼事 很明顯滿洲族在抗戰時刻 就是 滿洲族站在日本 黃道樂土 黃道樂土站在日本那邊 哪有滿洲國 所以很明顯 由頭到尾中華民族 包括滿族 是真的很 即是 出煙了 即是出煙了 藏族也成問題 無仇無怨 所以 了解整個背景 就是為什麼這些地方 似乎歸順大清 容易歸順民國如現金本朝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就是 那個體制是不同了 法統不同 法統不同了 更改了 所以 也都回應 Alex說的問題 就是 他們加入本清帝國 那個基礎 在 這個民國革命 以致 新中國成立之後 其實是已經不復存在 所以為什麼要重新 令到大家提醒這件事 所以你說是 無雙大 怎麼說都沒有所謂 等學術研究 可以這樣學術研究 但是一個很現實的社會意義 到底你如何理解 藏毒 蒙毒 僵毒 這些事情 以上這些事情 我跟大陸的朋友 我照說 告訴你有沒有基礎 你不一定說 怎麼來的 我的立場很簡單 基本上 那些大陸朋友一定會跟你說 你美國當時 霸佔了印第安人的地 又不用玩 我不是要你玩 我意思是 所謂疆界只是一個事實 只是一個事實 你不需要把它變成一種 神聖不可侵犯 不會這麼理解 一滴尿多不能少 基本上這些事情很傻 你沒有這件事 不只傻那麼簡單 反過來解釋現在的火藥庫是如何 深層次矛盾 為什麼會有深層次矛盾呢 就是因為整個清末到民國建立的過程當中 有些是不符合邏輯的事情發生了 如果你跟回五族共和 大家平起平坐 真的搞聯邦可能沒事 真的搞聯邦可能沒事 就算你不搞聯邦 我恢復中華帝國體制 行不行 都可能沒事 他們用一個被殖民的身份 而參與你的中華帝國 好 起碼身份清楚 你不要給了空頭支票 你又是獨立的 又不是獨立的 又不是獨立的 他們玩死人家 玩死自己 玩死人家 最慘就是玩死自己 所以現在是不能生身的 好了 經過一個這麼過癮的時間之後 你希望重新找一個資難人的身份定義之後 又因為蔣介石從日本抹面 打仗 搞中華民族出來 而變成不能善後 你想想一件最簡單的事情 你無論如何說中華民族正 一流 合邏輯 在法統上 對於其他幾個民族 是不合理的 而且你想想 在滿清 至少滿族同盟 都沒有一個大 所謂要爭取獨立 起碼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所以現在反而自焚 其中一個是一個文化的 擔心自己的文化身份消失的問題 擔心文化身份消失 故之然是此其一 但是那個敏感是從何而來呢 就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是不應該被消失的 這件事才過癮 為何我講到這麼過癮的概念 以色列立國歷史 又六七年戰爭 又是歷史回顧的時候 以色列復國的歷史 猶太復國主義 其中一個很過癮的做法 它是恢復希伯來民 搞清楚這件事 也就是說以色列民族 如果你是參與以色列建國的話 第一件事 反而就是你放棄了本國的文化語言 你要接受猶太的文化語言 否則你不成為以色列國 因此一個所謂死語言 過了兩千年 變成一個現代語言 希伯來語 是這樣的 很明顯離散完之後 他們從血統上 文化上都已經歸屬了 當然仍然有一個很強的傳統 因為他有一個所謂宗教傳統的信仰 所以他從頭到尾的猶太經典 其實是很重要的局勢 為什麼猶太民族的色字率 鼓得這麼高呢 因為聖殿被拆毀之後 你的信仰如何成全 以前有體制 有祭司的階級 有一個聖殿 但是離散完之後 怎樣能夠維持信仰呢 經典是當時重來的 以色列的立國過程 以色列民族是如何重建 而做出來的話 就是說 各國回流到以色列的民族 即是俄羅斯也好 德國也好 西班牙屋 回到以色列的地方 放棄了原本自己其他的身份 所以復國就是這件事 回復希伯來民族的身份 你全部有俗譜看的 你也有其他東西看的 沒什麼所謂 最好到最後 他們語言也好 文化也好 全部都拼走了 只有以色列的東西 希伯來的東西 是這樣的來的 好了 你反過來 現在 回族 滿族 創族 那些 你是什麼叫做中華民族 你有任何所謂法理基礎 叫他放棄文化和語言 怎麼回歸呢 從來都不是 所以這個概念是法神經的 你說要中華民族 如果像猶太民族一樣 漢族可以這樣 但是滿族 會族 沒有關係的 你叫他有什麼法理基礎 放棄自己本國的文化 語言 習俗 價值觀 來變成一件不是自己的東西 我作不了 所以衝突 我們不是說 不要經常上綱上線 你是要客觀去理解 為什麼 不是鼓吹你分裂 而是事實上的分裂 事實上本來就是一國多制 但他不肯行一國多制 一國一制 矛盾就是這樣 深層次矛盾就是這樣 你是沒有法理基礎 沒有文化基礎的情況下 尤其是在新一代大陸的朋友 我觀察就是他們 所謂法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他們覺得理所當然 我們就是一個共同的想像的共同體 想像的共同體 即是發夢 即是有個夢 當然事實上客觀上 在這幾十年那個 所謂漢族大規模 去到西北殖民的過程去變 都相當大開始漢化 其實他們的驚恐是這樣 因為實際上你看到 大規模漢人人口 已經佔了當地的多數 經濟上全國主導 二來就是人口都佔多數 其實他們跟那些 投給特朗普白人的反應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會怕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變少數 很正常的反應 只不過他不能投票 他不能投給特朗普出來的智憤 特朗普有一點點不可 不是完全對嘴 為什麼呢 你始終來說一句 現在他們 覺得受威脅的人 他們原本都是移民 你明白嗎 但是 特朗普是可以 你撞族是不是移民 回族是不是移民 蒙族是不是移民 你說自古以來那裡沒有滿族 自古以來那裡沒有回族 行不行 你也可以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你要解決一個基礎 為什麼他們以前不吵 現在吵 是有理由的 其實是有理由的 我跟一些大陸的朋友 經常談的 都是覺得 不用去到 那個只是一個現實 你統治這個地方 只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也不是說你要放棄那些土地 是善後問題 你怎樣處理我們實際上 是善後問題 我們以漢族為主體的群體 實際上管治其他民族 很清晰 你硬說是同一個民族 這是一種方法 我說你是同一個民族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 你客觀一點 你認識別人 是另一個民族 其實是有好處的 你客觀地知道 我和你真的有不同 幾乎試過有這樣做 幾乎試過有這樣做 你也看到民國形成當中 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這個 幫聯的爭拗 甚至當年的爭拗 到什麼地步 就是有人自稱 我是湖南國 哪是呢 分裂國家的地組 在那個特定時空之下 那時候廣東也差不多有 陳廣明 不過被孫生搞定了 搞定了 就是他牽頭搞出來 大家都在想辦法 剛才講過的話題 我先不解釋任何人 有沒有陰謀 面對的就是身份真空 你不滿足共和 你說恢復帝制 又不成功了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即是說是一個 所謂國體問題 又要回到一個老問題 國體問題 到底中國是如何理解這件事 當時有一個很過癮的說法 叫聯省自治 聯省自治 是什麼意思 就是撇開你的恩怨情仇 我不管 總之事實上你是一個省 有省界 我就讓你一個省 有所謂自治權 然後每一個省 通過你的自治權 互相確認 聯盟組成的聯邦 是幫聯 所以叫做聯省制 其實就是聯邦制 在這種情況下 有機會解決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差異你不追究 也就是說 蒙古就是蒙古 怎麼來的 總之今天這個叫蒙古 你如果願意參加中華民國 這個聯邦的話 你是中華民國的分子 那就搞定了 你的身份完成了 你可以自稱蒙古人 也可以自稱中華民國人 甚至 簡稱中國人都可以 蒙古的中國人 中國的蒙古人 沒有問題 起碼你的身份 不會有什麼矛盾 問題是 後來沒有了 又是那件事情 你要集權 你要集權 不要聯邦 沒有聯邦 這個聯省不行了 當時覺得他抗日圍繞 一定要統一全國之權 孫中山一向的想法 都是在唱反調 跟當時一個很大的主流 真的覺得聯邦制的基礎合理一些 對中國來說比較好 而當時很明顯 我們由國民黨以下的使官 就不斷地把這件事去邊緣化妖魔化 其實當然也有所謂翻案 其實當時陳廣明那些 其實是在廣東得民心一點 對呀 搞清楚這件事 不是翻案不翻案的問題 反正國民黨 現在已經四個事件 不好意思 適當時候 大家叫做 轉型正義 冷靜一點 看看歷史事實 到底當時的特定時空 發生什麼一回事 甚至 毛先生後來都自辯 講清楚 其實我不是要分裂中國 為什麼我要獨立湖南 變成一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如果其他人拖著他 可能湖南不能自強 一起死 抱著一起死 他就說 應該希望 就像 湖南就像歐陸裡面的一個強國 如果湖南在這裡 就可以進而補中國 先搞好自己 然後再看看能否幫到其他 其實也是一個自救運動 很明顯當時 所謂中國的向心力 是真的真空了 是 正正的向心和真空就是同樣道理 什麼叫做中國都沒有定義 所以 這件事 重新在1949年後 提出一番 倒過來說 如果不是日本侵華 可能中國真的分裂了 分裂的概念是什麼意思 如果所謂分裂是以一個不同的自治 可能會變成聯省自治 可能會變成聯省自治 有機會 所以你名義上叫做分裂 但是你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就不會有一個身份矛盾認同的問題 你是一個聯邦 不是聯邦 也不簡單 你不會無緣無故說 我會弄成立 我引入一個社會學概念 社會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是說社會團結的基礎 之前我們也說過 金官頭青鋒說過 所謂的團結 吹聲團結 秘組我們說的Durkan Emel Turkan 他說的社會團結有兩種 一種叫做機械性 一種叫做機械性 基於完全大家的機械性 即是同一個基礎 我們同聲同氣 同一種想法 第二種我們叫做 你不會意識到有分別 是的 是基於大家一樣的 第二種我們叫做有機團結 是基於大家有不同的功能 功能的互補 組成的 基本上是一個協商而成為 協商和互相承認 這個很重要 基於大家互相有利 是需要有一個很過癮的 差異性先天存在 就是這個計劃 那個分別在哪裏 那個所謂機械性的團結 可能之後就是 金官頭青鋒借用了概念分析 大家都聽蕭公經常講 都知道分析就是 那種所謂的機械性的團結 其實表面看起來好像很強 沒錯 但是實際上 你解不通我們為什麼在一起 當有人質疑你 那是會有分別 那是脆性的聯繫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再說 對於中國 一個這麼廣闊的領土 實際上 有這麼多不同的民族存在 到底我們是應該走一套 所謂機械性的團結 還是有機的團結 問題是 你那一套 是否說服到別人 這是一個 你說我們基於一致的 大家一起講普通話 一起寫看字 他正在推行 大家都知道是減操 是減操 但問題是 可能是因為 你沒有其他東西 說服到我們這個國家 你不斷用這個 我們一樣都要 但問題是 這是否真的 這是唯一的方法 你的反彈就這麼大 不是唯一的方法 你可以 三百年前是這麼做的 片都是你的頭 很簡單 很簡單 沒有了 殖民主義就是這樣 你不聽話片 郭兆江那本書 擇資中國 其中一個 說韓國不認同中國 日本人是由你替法開始 覺得你已經衣冠掃地 你已經不是上國衣冠 還有 朝鮮人出史清國的時候 問那些漢族官員 問他制服的問題 是串到你一動都沒有 我們是大明衣冠 你不是 我是上國衣冠 你不是 說完 所以問題是 大家 是否用哪一種方法 去成為一種共同體 這個其實是最深刻的議題 我覺得反而真的 整個問題 沒有一個比較重要 我們似乎走一個方向 是一種 叫大家要完全一致 即是我們要消滅這種差異 作為一個基礎 消滅差異這個手段 其實是會製造差異的 反而激發了差異 是強化了 因為沒有消滅差異這個口號之前 大家不覺得是差異 即是分格 不同就不同 所以就不簡單 而所謂一個有機 是建基於大家有差異的那種團結 是一個基礎 先承認差異 然後大家看看怎樣可以 大家協調 分工 反而這一個 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基礎 陶宜甘就說 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基礎 是建基於承認差異 寬容 以及尋找一個最大公因素 所以你會發覺 加拿大兩個語言 就是兩個語言 法語英語 為什麼 他不會說英語消滅 法語法語消滅 沒有這件事 如果硬要講 就有分裂 對 對 所以大家 我的感覺是 為什麼 明明有一套 所謂 舉世都覺得 已經是 可以較為文明 或者理想的方法 是否因為你自己本身那件事 根本沒有可以說服別人 可以加入你 事實上是 很明顯 我們核心是什麼 我們有一種所謂 都是文化理念 認同的 Civic Nationalism 其實你有這套 價值文化 其實是可以 令到有差異的人走在一起 但是今天節目時間有限 沒什麼所謂 到以上的責任 說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點出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經常說 整個 怎樣走向 我覺得 怎樣形式的社會統合 或者社會團結 學術一點 說 其實這些社會國家 200年前已經在說 今天我們依然在一個泥章 說得很可憐 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受不受得下你的事 我自己說 真相 這個問題 擺到年底來說 也相當有意義 一年又過去了 大家又學到多少 進步了多少 我想到這個全年總結的時候 大家再回顧一下 好嗎 時間有了 先休息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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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